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镇报警察 4月30号他们就使用了闪光手榴弹来进行攻坚 直接进入到示威者占领的汉米尔顿大楼 逮捕了数十名的示威者 而且他们还这样子结束占领行动 并且清理校园内的所有的帐篷 人家想说哇美国你不是最支持这样子 就是好像人权运动啊 或者是说这些民主的一些抗争行动 怎么会是用这个警察 镇报警察来处理呢 那另一方面这个纽约的警察用闪光弹驱人之外 有将近三百多人被捕 甚至还有影片被人家拍摄到说 他们把这个女子的头巾直接摘下来 那附近就有人在那边大叫说 你这是侵犯她的隐私 你不可以这样子去摘下妇女的头巾 所以让大家觉得说哇这还是我们印象中那一个 很主张民主或者是人民至上的美国吗 已经不像是大家印象中那般 那UCLA的挺巴抗争呢 同样也是爆发的冲突 双方是持棍棒啊 还有爆竹上演了全武行 那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说 抗议人士跟反示威人士 是直接这样子这个对峙起来 那还有金属路障被人推倒 其他画面也可以看到 还有一些这种什么雷射笔啊 然后甚至还有一些爆竹啊 这样投向对方 所以感觉上面这个攻击 彼此攻击互不相让 这样的一些场面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拜登现在是很希望这场战争 能够赶快停止吗 他现在面临到共和党人的一些压力 要求他说 就你去这个大学 走一走去活动的时候呢 参与活动的时候 你就去发表谈话吧 你看这个众议员强森就讲说 拜登你亲自去学校看看学生 这也是为了你自己 因为白宫有宣布 就是周三的时候宣布 拜登在下周 就是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的 年度追到仪式上 会发表一个重要的演讲 讨论反游主义的问题 但是呢 就极力回避解释 为什么他最近都没有到这些 发生校园这种抗疫事件的 这种大学去发表一些他的谈话 难道是不想面对吗 那再来布林肯也提到 现在美国决心让乙哈 现在就赶快达成停火的协议 他说呢 就是他前一天在约旦的时候 敦促哈马斯来接受 以色列的停火协议 我们昨天有提到 他还讲说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条件 你应该要赶快接受 还表示说 现在没有更多的借口 应该要赶快就行动 所以他的压力 还是给到这个哈马斯这一边 就说 以色列都开得那么好条件 你赶快接受吧 可是你看 现在在美国来说的话 因为走上街头的主要人群 是高度的跟民主党的基本盘重叠 也就是说他们对于拜登 现在白宫以色列这种政策 是相当的失望 虽然说这些民主党人 不至于说 转去投给川普 可是有可能对于他的失望 转向说 那干脆选择弃权 就我不支持你 拜登总行了吧 因为你这样的一个政策 很难支持的下去 拜登政府是不是步步接错 有可能在11月要面临到 这个选票上 弃权票的一个惩罚 那那坦雅胡 现在真的没有人 可以控制他了吗 他甚至还发了一段影片 对国际刑事法庭喊话 就说不可以来制裁我 你们他贴一个标签 这叫做反犹太 我们来听听 所以显然他 感觉上面他把自己跟这个犹太这件事情绑在一起 并没有承认说自己这样子在这一次的判断上面 有出现任何错误 引起全球的一个反弹跟舆论的一个批评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还警告布林肯 说以色列不会接受哈马斯的停火条件 这是根据美国的媒体讲说 有消息人士披露 尽管布林肯现在立足以色列对于拉法展开军事行动 但是纳坦亚胡态度是非常的强硬 就说哈马斯如果是把说结束战争 视为人职协议的前提的话 以色列我们就不会退让 就一定会进攻拉法 那你看现在以色列他自己本身内部 也是有非常多其他的一些声音 极右派的是主张说 士兵们抛下一切要到前线执行 完成政府设下的目标 他觉得说人职不重要 应该就是如果说为了人职的话 这样的政府毫无存在的价值 但是另外也有这种不同的声音 就是说这个不顾人职生命的发言 这样子其实是一个太极端的一个主意 这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 介老师怎么看呢 其实美国这个校园抗议事件 现在演变成这个情况 其实让我们觉得很纳闷的 就是说学生为什么没有权利抗议呢 美国不是保障言论自由吗 美国抗议是家常便饭 常常在美国街上有人拿橘牌子就可以 就可以抗议 你只要申请的话 核准的话他就可以自由抗议 而且美国是国际上少有的国家 是保护绝对的言论自由 你知道联合国的公民权利 跟这个政治权利公约里面 对于这个言论自由的保障 事实上是采取相对性的 也就是说某些言论 它会散起种族或性别宗教的 这种冲突的这种言论 它还是不予保障 可是美国的宪法第二条修正案 基本上是保障绝对言论自由 它有很强的理论依据 它说事实上人类社会很多 比如说比较前瞻性 或者它道德学者比较高的言论 在当世都是受到 当思维邪说异端的 我们就可以想象连科学 在以前在这个黑暗时代 像戈白尼 说地球是圆的也要受到怎么样 要受到迫害 所以他们从这个角度说 他说所以有必要保护 绝对的言论自由 所以美国是 所以这个言论自由 表达自由 也就是说表达你的看法 在美国是百分之百的保障 对 那结果为什么这个学生 在学校里面进行一个和平的示威 表达抗议 为什么他们没有权利呢 我都觉得很奇怪 你会发觉美国现在警察 是公然进入到大学校园里面 我们记得我们念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西方传来所谓什么叫大学精神 抢了一个墙里墙外 墙里面的大学是完全没有顾忌 它是在探索人类所未知的世界 做各种实验的地方 对不对 墙外是世俗的社会 所以墙里面是给学生做一个什么 教授做一个完全自由的环境 哪能说墙里面发生的事情 外面的警察就大队人马进去 然后去干涉你墙里面的事情 这我们觉得不可思议 到现在我都觉得 为什么美国学生无权抗议呢 而且这里面 现在你看美国这个警察 到了校园里面 那种执法的程度 令人发指 学生立刻把他打倒 然后怎么样 用电极枪 三个人压着用电极枪 一直打他 最近你看那个65岁的教授 他只是在旁边照相 用手机拍摄警察的暴行 也被三名警察大汉 打到地上脱离 一个老先生就因为在现场 被这样 夸张 这简直是夸张 还有呢 你知道美国的 尤其有些大学 里面怎么讲呢 你学生你参加示威 我就取消你的什么 我就取消你的这个 你这个在学校里面 你不能到我们的公共餐 我们的学校餐厅去用餐了 甚至威胁说什么 我要把你的这个学校 学籍给你开除 而更令人发指了什么 还有一些啊 这一些犹太团体啊 跑到去照相 说你们小心啊 我们把你的影像取得了 你有参加示威 未来不录用工作的 你别想到这个 外面的律师事务所 会计事事务所 我们也列为拒绝往来户 这种方式 发生在现在的美国 美国还好意思 称自己是 有人权 有自由的国家吗 拜登躲在那边 不敢坑气 美国这个国家 我跟你讲 精神丧失 这个国家 真的已经 已经不成过去的 美国这些建国者 那些想要看到的国家 已经不存在了 好 来请教立将军 美国败亡就在这一战 这个包括俄乌战争 跟这次的尾巴的问题来讲的话 如果这场战争结束之后 美国就会走向败亡 我们先讨论一下 布林肯现在在 劝和双方 这个停战 有没有可能达成 我个人的研判 是认为不可能达成 因为纳坦雅胡作战 这次发动这次战争 战争一定要有个目的 他这次战争有两个目的 一个是解救人质 一个是消灭整个哈马斯 那当这两个目的 互相冲突的时候 你认为他会选择哪一个 他当然就是牺牲人质 到现在人质已经被关了 两百多天 对不对 只是陆陆续续的释放 对他来讲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消灭哈马斯 所以消灭哈马斯 大家要知道 这场战争打到现在来讲 大家不要以为说是 加沙大部分地区 被以色列占领的 这个哈马斯 他是边打边退 他现在来讲 全部的人 全部 大概目前他们研判 在拉法地区 有五个营的 哈马斯的部队 集中在这边 剩下最后 他所有战地 全部集中在这边 那就这个 纳坛亚胡来讲的话 当然要把你这股 势力消灭掉 如果这时候 我停战来讲的话 那你这些势力 将来又占领了加沙 对我来讲是 这个烟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深 那现在来讲 双方谈的条件 布林肯讲的是什么条件 这么好的条件 什么地方好 你知道吗 他原来 以色列跟他们停战 都是停一天两天 这次来讲 他开出六周 四十二天 我们来停战 这是以色列 开出来的条件 四十二天 停战六周 但是哈马斯要求的是 永久停战 这两边来讲 在这个地方 争议就很大 永久停战 跟短暂停战不一样 那以色列说 释放三十三个人职 然后我让你停战六周 但是各位想想看 六周之后 哈马斯也不是笨蛋 六周之后 接着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他持续大举的进攻 你这个拉法地区 所以说哈马斯来讲 我觉得他绝对不会接受 那如果一旦 这场战争爆发的话 我跟你讲 那会是 我们看到一场 鲁黄岛的浴血战 又重演 因为这边这五个营的 这个哈马斯部队 他困兽与无斗 他到最后一定会跟你 力拼到底 所以以色列自己本身 也会付出很惨重的代价 那为什么 我说美国这次战争之后 他又走向败亡 你现在看到美国 就这次来讲的话 为什么学生会抗议 因为我们根据民调里面发现 学生 现在这个世代的学生 他们对于哈马斯 对于巴勒斯坦 是比较同情的 但是老一辈的 他们比较同情以色列 所以他们已经构成 就这次事件来讲 已经世代之间 已经有很大的一个隔阂 那如果说再往后发展 他不管是经济 或各方面来讲 我们看得出来 美国已经走向败亡了 好 来请教杨老师 各位要了解 这个不是反犹言论 也不是反犹太抗争 或者是示威游行 完全不是 无关 这是反屠杀 反种族灭绝 以及支持巴勒斯坦 人应该要有 跟人一样的尊严跟待遇 在联合国安理会里面 14个国家里面 13个国家支持巴勒斯坦 要建国 加入联合国 只有美国一票否决 英国一票弃权 所以呢 这一次 他把他现在打为 叫做这个 所谓的反犹主义 反犹 所以犹太人就可以 种族灭绝吗 你曾经遭受过大屠杀 这是非常惨痛的 我们很反对的 但你现在就可以对加萨 到昨天确实的数字 35,060人死亡 14,500位儿童 8,400位妇女 还有加上 7万7千位受伤 而现在可能马上 就会针对 这个区域 奈坦雅胡 以色列军队 进行攻击 死亡人数会再增加 联合国都已经要对 刚才他讲的 对奈坦雅胡 同时当然也对 哈马斯的领袖 发出通缉令 奈坦雅胡说 你凭什么通缉我 你们的成立就是因为 我们被屠杀 所以当以色列去屠杀别人的时候 连大学的和平示威抗议都不行 美国镇压学运 哇 这还是我知道的美国吗 Nancy Parosi Tom Cotton Josh Harley 你知道他在香港 反送中的时候 当那些占领到 香港的大学 然后呢烧公共建筑的时候 他们说 哇 这是香港最美丽的一道风景 这两天他们怎么说 John Carton Nancy Parosi 哈利 他说那些人是疯子 警察进去把他抓起来 在UCLA 200个习安主义人 分子 去武 暴力攻击那些在和平示威的 这些反屠杀的学生们 有些人流血满面 警察在哪里 是不是 这个其实 各位 美国人为什么这么停以色列 因为拜登要败亡了 他最后要把这个东西压下去 不然他会输了 全力的考量 那么为什么停以色列 除了宗教跟种族之外 其实1967年 六日战争 以色列真的打了一个漂亮的一战 美国才发现 这个以色列有用 在中东地区 可以做我的代理人 然后同时因为 这个时间1960年代 在美国的犹太集团的影响力 开始在增大 你看现在犹太集团的影响力 哪一个政治人物 哪个议员背后 没有他的政治现金 现在全力的考量 所以什么道德 什么正义 完全都丢了一边 你就看到这个世界在变 真的在变 我觉得现在川普当选的机力 越来越高 然后川普当选 这个世界 会更加的巨变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黄州忙回来 中国大陆现在五一黄金州 连日韩都摩拳擦掌 很希望迎接这个中国大陆的观光客 能够来观光啊 那你看看 现在他本身呢 中国大陆自己各地 都已经出现非常非常多的人潮 观光景点也好 火车站也好 全部都是人 那在上海这边也举行了 五五购物节 他们说是结合国际咖啡文化节的一些相关的活动 那根据中国大陆的文化和这个旅游部 他们讲说今年光是在第一季 大陆自己本身国内出游的人次就14.19亿 年增16.7% 那整体的花费金额甚至增加了17% 相当于台币是6.68兆 那还有很多人是选择说 看到这个汇率 现在这个数字很漂亮 所以去到日本来爆买金品 相当于说好像达了8折左右的一个价格 很多人是吸加代卷 因为他这个现在日元的汇率比呢 是1比21.47 所以很多人去到这个日本都是在买金品 那连韩国当然也希望能够迎接五一假期 就是很多大陆的观光客能够来这边玩 那在冀州岛这边就有非常多的旅客 就来自中国大陆这边去搭乘邮轮 然后在冀州岛这边出现了很踊跃的观光人潮 那韩国的业界人士就讲说 中国大陆的五一假期 他们现在大概估计会有上万名的中国大陆的游客 会来到冀州岛这边来观光旅游 也可以替他们带来一些观光彩 日韩都感觉非常希望能够有大陆的旅客游客能够来玩 那其实呢在法国来说的话 他们当然也很希望能够倚靠中国大陆这样的经济经贸上的往来 因为紧接着马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要去到法国访问了嘛 你看现在五一哦 他们也有一个活动叫做大游行 这个法国各地有12万人参加 他们就希望说哎呀是不是赶快把这个经济啊能够冲起来 能够加薪哦让他们整体的经济赶紧的复苏 所以法国的媒体界人士又讲 现在中法既往开来已经谱了一个新篇章了 他们说因为大陆的领导人即将在五月初到法国进行国事访问 所以他们希望能够有这样一个积极稳健的势头 然后一举让他们的这个贸易额能够更加的冲高 那中法双边的贸易额其实建交的时候大概才1亿美元左右 那到了2023年已经变成了789亿元 法国也是大陆在欧盟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那中国大陆呢是法国在亚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那法国的媒体呢甚至还标出来说 公鸡跟熊猫来批语说马克宏跟习近平的峰会 美国媒体呢却是讲说北京不想承认跟美国是竞争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他里面的讲法 他说马克宏跟习近平这个米迪山峰的公鸡跟熊猫 这样的一个社论来形容 用动物来形容两国的一个这样子的关系 2019年为了纪念这个中法建交55周年 习近平访问法国的期间还送给了这个马克宏 一只会有公鸡跟熊猫的花瓶 那马克宏也回赠了习近平1688年 第一部孔子思想的这样的一个翻译手稿 所以也是非常的珍贵 那现在看起来中法的关系 人家形容说是双向奔赴 因为他们现在中法的往来交流比起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两百之多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呢现在好像倒是频频对于中国大陆在出招 接连出两招的制裁相关的制裁 第一个是说因为有牵涉到俄罗斯 所以制裁了三百多家的公司跟个人 其中就包含了20家来自中国大陆跟香港的公司 甚至也对准了墨西哥 因为他们觉得说 你会不会以墨西哥为跳板进口到美国呢 所以他就是开始对于墨西哥有一些 为了防止不公平竞争 保护本国企业为由 来对钢铝纺织这些产品 征收临时的进口关税 主要也是针对大陆的这一个商品 所以他们觉得说 不可以从墨西哥这边跳板跳进来 然后再来还不断的在讲说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民调 都是美国人对你们中国大陆印象不好 说有81%的美国人对于中国大陆是持负面的看法 这是皮油的一个调查 另外还有这个路透社也说 有渔办的美国人认为 中国大陆透过TikTok在带一些政治上面的风向 甚至这样子的一些舆论出来之后 连他们自己美国的经济教授都觉得有点看不下去 他说现在美国可能压根没有料到 会有像大陆这样的一个经济上的竞争对手 所以出现了很多的战略错误的判断 但是不断的一直在全球释放中国威胁论 倒是有一个国家跳出来了 马杜罗委内瑞拉的总统 他过去骂美国骂得非常的凶 他倒是看得很明白 他就说这比起美国的话 中国大陆倒是一个这种非殖民主义 非帝国主义的这个超级强国 大家都想要跟中国大陆做和平友好的朋友 我们来听听 中国大陆永联民主义的 新年纪原来在整个人途后 中国大陆永迟是一个重要性的 但是东西 中国大陆永坚是一算高级烘 现在才 antis级热 那是 Chongwał迅 是一个主义的 非殖民主义的 楼等齐民主义的 好 首先来问杨老师 我在道路看 其实消费是都还没有出来 的确房价是掉了一些 但是看他的这个即将完成 或者是已经销售的这些房子 其实的贷款是增加 也就是说他还是在往前推 那没有错 这个无一其实是一个重要的 那现在所有国家都在等待 就是观光 不管是从中国大陆来 日本来 这个韩国来 还是台湾来 日本现在因为货币的关系 他现在不太去夏威夷了 都去首尔 都来台北 也有一些到大陆去 那你看到这样子的观光 变成一个潮流 你光讲这个马祖 如果每年多四万人来观光 马祖的经济效益会增加5亿台币 你更不要说 如果是五千万的福建居民 能够组团来台湾观光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 有一个经济的活水 同样的 法国为什么现在要迎接 习近平的来访 就跟没有多久之前 德国的沃尔兹 他也到中国去访问 而且是第二次的访问 德法在这样一个情况 他知道 这个单级的美国霸权 即将转向为一个多级社会 而在这个多级社会 全球南方的角色 不再是以前只是被殖民 或半殖民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他已经有自主性 而且中国的这个角色 跟引导的力量非常强 你要知道 在西元2000年的时候 全世界大概140多个国家 第一大贸易伙伴都是美国 到了2020年 全世界140多个国家的 第一大贸易伙伴都是中国 法国大概是少数 他只有789亿 我必须要讲这是少数 你知道吗 因为连巴西跟中国的贸易 都超过1000亿了 所以美国加拿大 墨西哥 法国英国意大利 你看地图打开 还是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的 这些国家就这几个 不到十个 其他全部 全部都是中国大陆 因此我是觉得 大家都期待 这个已经是后拜登时期了 要准备川普执政的来临 法国 德国 欧洲都在做准备 政治上你看到 不断的还是有打压 但民间经济跟头脑清楚的 政治领袖们 就知道怎么样去迎接 这个多极世界的来临 好 来请教杰老师 对 其实现在就是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基本上都在唱出来 中国大陆的经济 可是问题就是经济 有的时候还是要看数据的 就是光是你主观的意愿 中国大陆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 是5.2到5.3 对 它今年预期是要超过5 对 第一季已经超过了 就是预期的标准 然后最近又有两个现象 就是说让我想就是唱出来 中国大陆经济的人 蛮失望的 第一个就是人民币最近在涨 对 相对的亚洲货币都在 跌的情况下 人民币最近走强 对美元的汇率往上升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香港的股市 还有大陆的股市 基本上最近都在往上走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变成就是说 你如果说要照西方来讲的话 中国经济是很糟糕的 他讲这个失业率25% 多少年轻的 不知道他这个数据哪里来的 可是我看西方媒体是一片唱衰 可是问题就变成 那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这个怎么讲 这个整个的这个数据表现 中国经济又相当的好 而且这个这次五一长假 中国的国内观光不要讲了 那国际观光也在增加 尤其日本 韩国 还有东南亚 像这个泰国 这个等于举国在盼望 中国大陆观光可去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有的时候这个客观形式 比主观的意愿的 这个西方人的主观的这个 想象是好 是不一样 另外中国大陆就整个经济体制来讲的话 第一个 中国大陆的国民的储蓄率 还是世界前茅 不像美国人 可能大部分的老百姓 不但没有储蓄 都是看谁欠的钱多 因为在刷信用卡 然后跟这个先消费 先享受后付款的这种习惯 让美国事实上的话 这个民间这个负债 跟他政府也不会差到多少 那政府的话事实上 他现在34兆美金的这个 这个负债 也是对美国来讲 不曉得是空钱吧 绝对是空钱 而且不会是绝后 因为他现在的国债 还在大量的这个累积 那相对之下 中国大陆的债务 尤其这个外债是非常的低的 这个债务是非常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看数据的话 你会看到 那中国大陆这个消费的 这个怎么讲呢 消费的力道还是很强 那我是觉得这一次 习近平要去这个法国访问 其实中华之间 虽然只有七千多亿的 这个不到不到 七百多亿的这个 年贸易 美金的年贸易额 那么可是他之间 我觉得有一些 这种这个战略项目 尤其像这个怎么讲呢 就是说大型的空中的 这个民航机的合作 像这个C919 它的引擎就是美法合制的 这个都有合作的空间 另外一下就是法国的 这个最重要的产业 空中巴士 实际上也有合作的空间 所以我觉得上面的政治意愿墙的话 可能它下面的这些 很多都会增加的 好 蒋军 有一句话叫天道循环 报应不爽 日本现在这个日币跌到这种程度 现在目前前两天还跌到 160块兑换一美元 现在变成说日本在替中国当长工 对不对 铸造那些这个精品包要干嘛 都是很便宜的卖给 用白菜价卖给中国人拿去买了 然后中国人到日本去旅游 用很便宜的价格 就可以叫日本人帮他们服务 招呼他们 所以当年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 他们可能想不到这么有一天 会变成帮中国人来做这些长工 来做这些服务 那日本短期之内 我觉得它的汇率不太可能救得回来 因为美国现在还是山高 对不对 它的这个国债很高 它的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主持人翟轩 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 加入我们讨论来宾 文化大学的讲座教授杨永明 翟轩好 大家好 前大时间文集 翟轩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退议少嘉丽政杰 翟轩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来关注一下 现在这个抗中好几宝 抗中三宝 纷纷都有新的发言 因为现在毕竟倒数18天 马上要520了 功德台湾 马上就要开始了 所以这样抗中的节奏也要带起来吗 吴钊燮就讲说台海冲突 并非一触即发 也非无可避免 然后说要呼吁民主团结来遏制威权扩张 他说这个中共 就是中国大陆近年来 这个军事实力增强 但是经济下滑 但是目前没有感受到解放军有积极准备犯台的迹象 台海冲突并非一触即发 也并非不可避免 如果台湾遭到封锁的话 国际也会站在我们这一边 都会强烈的回应 所以呼吁民主国家要合作来遏制威权的扩张 又要开始在讲这一番话了 那当然这个蓝营的委员 这一次去到了大陆就说 大陆有递出一些橄榄枝 然后让这个两岸是不是可以有更多的 这种旅游往来的一个交流 邱泰山还要这样讲 他说恐怕有次 他说我方是否取消5月31号这个附中团令呢 他说这个恐怕是要由新政府来做决定 而且他还讲说这个橄榄搞不好是有带刺的呢 那再来这个国安局也讲说 解放军的战备警循现在已经扩张到 夜间也都在进行了 还甚至出现了加油机 这是蔡明燕讲的 他说现在已经在夜间开始操练 而且动用了空中加油机 登陆舰以及扫雷舰这些基舰共同来演习 那美国在由管理这个中国的行为 可以称为是红线外交 让中国不要误判 但是呢我们的马祖海兰 断线过于频繁 他说因为这个马祖发生两条通往台湾的海兰被扯断 导致全岛断网的事件 那因为现在两岸的关系紧张 藉由切断海兰的操作 灰色地带威胁 这可能性是的确存在 所以纷纷这样子出来喊话 就是好莱坞式的 就是把对方形塑成敌人 我们就成为英雄了 这好像是这种 目前要制造出来的一种 抗中氛围跟节奏 520之前可能会越来越多 这一类的话语出现吗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肖美琴 他也现身在华府论坛 说要争取台湾加入美国的国防供应链 那他说要加入美国跟盟友 这种国防工业上面的合作 那合作还首先发生在一个地方 就是美国的密西西比州的国民兵公关部门 最近在脸书上面发布了多张 这个跟其他单位演训的照片 就大家一看 咦怎么出现了 我们国军的身影 被发现之后 粉砖还悄悄悄的 赶快把照片给移除 那我们的国防部 国军这边也做出回应 回应是什么呢 不予评论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 就是的确是有回应 但是其实也等于没有回应一般 那纽石现在在讲 美军要抗中 现在要在亚太这边 来部署新武器系统 他说这个新的嚇阻措施 是要增加海上巡逻活动 然后增强陆地的部队能力 驻扎在太平洋地区的陆战队 还有陆军部队 以及部署车载型机动的中程长程飞弹 而这些飞弹的发射车可以由于应运输机 或是大型的货运 来迅速移动可以躲避中国大陆的反击 那所以这样子看起来好像美国也有所准备 那再来中国大陆最近也是频频的释放军事上面的一些讯息 人民日报在今天他们讲说 我们今年的五一假期有两个了不起的十八 一个十八是神舟十八开工了 另外一个十八是他这一个悬号十八的福建舰出海了 开始进行海事 他说一个飞向星辰接力梦想 一个驶向大海步履不停 十八不是一个巧合的数字 而是中国人奔向星辰大海的又一个助脚 那甚至在这个很多的网路上头 大家现在讲这个福建舰 他们还特别称上了中国大陆知名的一些童谣 还说用一个重金属板来表达 他们对于这个福建舰的期待 我们来听一听 对所以其实很多大陆的网友讲说 这是小时候的梦想成真 然后怎么能不用小时候的歌谣来唱出来 那代表说他们对于福建舰的期待 那大陆福建舰的这个试航时间很长 我们看到这个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金灿荣 金灿荣教授 他有讲说福建舰从试航到服役 有可能会超过十九个月 但是如果有战略军事的需要 台海的局势加剧的话 时间就有可能可以缩短 那现在要迎接大陆的三航母时代 福建舰对于台湾的威胁是不是很大呢 亮哥的解析 他说现在看起来美日是很难帮到台湾的 如果中国大陆有航母舰队放在日本跟关岛的中间 坦白说啦 那他的口头禅坦白说啦 这个日本跟美国要介入协助台湾的难度 就会变得很高 好 首先我们请教一下杨老师 杨老师怎么看呢 现在在520之前这种抗中氛围 其实你看我们这个画面 你们挑了这几位民进党 就是接下来赖清德政府的新成员 当然邱泰森之外 我感觉上其实都蛮坚定的支持 这种台独理念的政治人物 然后陆陆续续现在都扶在台面 变成赖清德的新的团队成员 还有很多其他的人 那你看在1月13号之后大选之后 有几个连续的事件 赖清德他本身的当选是事成的票 而且他过去说过他是务实台独工作者 第二个当然最严重就是2月14号 惊吓水域的撞船事件 那这个事件其实该有录影带 结果没有 那到现在仍然真相未明 大陆渔民还在金门 遗体还在金门 第三个你看到 突然民进党就宣布6月1号之后 台湾人不可以组团去大陆了 这个是限制台湾人的权利 他把两岸已经不只是限制大陆人来 大陆东西来 现在台湾人也不可以过去了 第四个还记得吗 赖清德曾经公开说 要重建国家改造社会 要洗敌人心 自由要付出代价 第五个你看 他的这个成员里面 我刚刚提到 有很多过去在台独理念上是很坚定的 而管碧林也连任 在这个氛围之下 他520就职之前 你第一个 不要再对他520的演讲做任何的期待 因为他前面不是这样的 连续五个 第二个 你不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两岸不是更进入到了危险冲撞的不稳定吗 但还好 4月10号 马英九前总统到大陆去跟习近平的会面 马锡二会 对不对 对方 其实真的丢了一个罪慢诉求 用民族文明交流的方式 然后呢 极度的降低政治性的语言 你要知道相对的在两岸 在台湾这边 连台湾人组团去都不行了 而习近平这边表现出来 当然我必须要讲 这是他对他自己在整个国际局势 中美关系 两岸情势 所展现的高度自信 他宁愿用交流的方式 那这个时候 橄榄枝递出来了 所以傅昆奇等17个立法委员 那我有幸一起随团 就到那边去接橄榄枝啊 但因为不是 不是执政党嘛 你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谈判 可是你要去接这个橄榄枝 你要去接这个球 那他现在 马祖旅游可以 平坛希望 这个客运希望能够恢复 货运在去年6月都恢复了 小三通在去年2月都恢复了 然后呢 福建的居民就可以组团来台湾 当然都坐飞机来 福建5000万人 这个时候同时 各位 我们台湾主机总处公布了什么东西 前20根 后面20台湾人的这个 加户收 差距 差距来到67倍 这个你可能没感觉 属于这种 就是告诉我们 所有台湾人 加户的 加资产 平均数是1638万 你敢有 1638万 你们家有吗 上面的20是5000万 下面是多少 77万 所以台湾需要新的活水 台湾需要新的和平 稳定 60%的新民意 其实要表现出来 我们希望赖兴德在他520 至少不要再继续去撼动这个稳定的船 台湾的两岸情势 那至少呢 要面对 你要不要去恢复平潭 你不愿意接受福建的居民来台湾观光 我觉得 至少 这个诚意 你要表现出来 好 来请教李将军 这福建舰成军 我觉得对美国来讲 是很大一个噩梦 我特别要讲一个数据 就是福建舰的战力 可以说是山东号辽宁舰的20倍以上 为什么讲那么夸张呢 说到20倍 它原来传统的 第一个我想几个数据 大家去参考一下 第一个它是电磁弹射 电磁弹射它三条发射轨道 这个山东号只有两条华耀式的 电子弹射它放的速度比较快 就是我每架飞机 我可能说每隔个30秒 我就一架一架一架出去 也就是说一分钟之内 我大概就四五架飞机上空了 那华耀式的话 我一架一架轮流起飞的话 可能一分钟才能放飞一辆 你说这个放飞的效率来讲的话 就差几倍 这个飞机的载弹量 那又相差几倍 华耀式夹班起飞 它现在歼15的战机来讲的话 它不能满油满蛋 因为要靠自己本身的动力 把这飞机飞上去 那弹射式的它就可以满油满蛋 35殲35 大家不要小看 殲30因为是中型 它的重量到35吨 比F35还大 也就是说它可以满油满蛋 代表它可以多的油 多的弹药 它飞在天空之中 它飞的时间更久 它的攻击力 它带着飞弹更多 这是第二个 它的倍速成长 第三个 当然福建舰 它到数量将近八万多吨 它所带的各型的舰载机 数量又是山东号的好几倍 然后第四个 我觉得最重要的 是它的空颈600上舰 这个作战 现在作战不是说 你靠你飞机多 我去打胜仗 而是说 我提早比你先发现到你 我发现就急落 那空颈600 它用的是 这个因为以前来讲 摇零号跟山东号 没办法起飞空颈500 它只能用直升机 那你想想看 它用这种螺旋桨的飞机起飞 它的那么大一架飞机 所带的这种雷达 又是最先进的 这种弹化加系统的雷达 弹化加比美军的E2D 深化加 它的感测的能力 就要强5到10倍 也就是说 它侦测的距离 可以到600公里那么远 那以前辽宁号 它侦测距离就比较短 我能够提早 更早发现敌人的战机 或者舰队来讲的话 我的飞弹飞机 我这个对舰的飞弹 我可以提早发射 因为我是整个舰队出去的 所以光这个空颈600 它的战力提升 就不止5到10倍 因为它跟原来的直升机的 预警机来讲就差很多 那另外来讲的话 这个福建号你知道 它还有一个最强的功能 可能大家都不会 大家都去看飞机啊什么 其实我觉得它最强功能 在它的雷达系统 它这雷达系统 为什么说很强 你要知道 它上去的叫做歼35 歼35是隐形战斗机 隐形战斗机 不但是要敌人看不到 你自己雷达不好的话 你也看不到自己的飞机 这关键在这边 如果说它必须要自己 有一个很强 它总共有32面的 多阵位相控阵列雷达 在这种状况之下 它可以得到更好的 资管通讯各种讯息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战力 增加来讲的话 对美军是一个恶梦 另外我特别要说明 这个电缆绝对是灰色作战 但是这次马祖断了 总共到现在为止断了很多次 这个马祖的水深只有30到100公尺 所以说大概你不要去赖人家大陆 我觉得这种 不管是数位部或干嘛 不要去赖人家大陆 就是你自己的基础建设没做好 那船不小心一勾 人家撒网就把你勾断掉 那你就去赖大陆说什么灰色作战 但是我特别要强调 灰色作战确实有一种方式 是叫做把你电缆切断 你知道一条电缆切断的话 我们以为我们台湾 最少要120个空农卫星 才能够取代 跟外界的联系联络 那我们现在来讲 根本没有这种能力 而且我们台湾 海底电缆上岸的路点 大概就四个地方 投城淡水 巴黎还有访疗 四个地方 这很容易被敌人切断 那来讲 现在来讲 数位部或者是国发国安局 他们有这种警觉是很好 问题是你要怎么应应措施 你要准备好 你避免站着说 人家用这种手段 把你切断掉 你跟外面的童年 就全部断掉了 好 来请教杰老师 对 这个就是说 大陆现在福建 已经出海 海事了 那也可以说 有人就已经谈 这个是不是三航母时代 其实我们看美国 最近在印太地区 很多很多动作 其实都是在因应 中国大陆的军力 快速突飞猛进 这个现象 那我觉得就是说 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就是说航空母舰 基本上是做区域巨制 它有三艘航空母舰的时候 可能它就要突破第二岛链 第二岛链到第三岛链 一方面可以把这个 第二岛链以内的这个 所谓的区域外的力量 阻绝在外 因为再往东边推进一点 它就可以直接 威射到美国的西海岸了 那就是说这个战略态势 因为中国大陆的武器系统的 这个快速的发展 事实上让美国做了很多的动作 包括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好 我们的什么陆战部队到美国受训 把这个照片给它公布一下 那我觉得这两个的差距 跟就是说中国大陆进入三航母时代 跟我们陆战队去美国 特战部队那是不成比例的 不成比例的一个两个讯息 那你一个特战部队 你能在战争中发挥多大的力量 它不可能 我们有准备把这个特战部队 投射到中国大陆吗 大概没有 那就是在干嘛 就是在岛内打 打这个巷战用的 对不对 可是问题就是 中国大陆的武力 现在是投射能力的增加 然后对美国造成整个这个 它的整个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 尤其印太地区 它的战略战术的改变 有没有看到 就是说它这个 美国的这个 这个海上巡邮 这个 它的嚇阻措施 就是陆战队 或者这个海军陆战队 或者说陆军 它这个将来的 所谓的这个中程导弹 甚至长程导弹 它采取击冲式的部署 为什么 因为它如果固定部署的话 就会对中国大陆锁定 对它现在被机动部署 那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大陆军力 不断地改变 那我觉得这个 这个快速的改变 也就是在扭转 这个印太地区 美中的军力的肖长 美国里面 你没有看到它什么新武器 也没有看到它什么 它只是战略战术在改变 对 那所以我觉得基本上的话 这个不管是吴钊燮也好 这个肖美琴也好 基本上还没有认清楚 认清楚这个怎么讲呢 这个态势的改变 不断在呼吁说 美国你要来帮我 你们我们倒有需要 这个靠别人来帮自己 最靠不住的 最靠不住的 要知道台湾跟美国 跟菲律宾跟美国 跟日本跟韩国 完全不一样 美国跟菲律宾 韩国日本是有协防条约的 对 攻守同盟 美国对台湾有任何承诺吗 到现在都没有 你不要说什么条约了 什么都没有 你还寄望这一些怎么讲 还寄望美国在危难的时候 来帮忙台湾 我觉得这些人 骗不表别人 就怕他们骗他们自己 对 就骗他自己 我觉得基本上 我们要维持台湾的和平跟稳定 最重要还跟大陆的关系 要赶快进行改善 那不要像这些什么 快下台的这个谁 这个邱泰山 人家橄榄枝还有刺 对不对 请问一下文旦销到 中国大陆有刺吗 柑橘类销到 中国大陆有刺吗 这个心态不改 我觉得永远 把台湾的安全 台湾海岸和平 寄望于美国 寄望于日本 这简直是做白日梦 到现在都还没醒 真正要改善两岸关系 让台湾老百姓 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安生立命 觉得安全 觉得愿意继续投资 觉得这是一块 人间的乐土 那靠我们自己 跟大陆去改善这个关系 靠我们自己去努力 你去跟美国站在一边 然后你期望美国 在出事有事的时候 帮台湾 那就是原目求于 自我欺骗嘛 对不对 放着康庄大道不走 专门去钻那洋长小道 把台湾的人的 这个生命财产 当作你们政治 政治这个意识形态 也很好赌 这是不道德的 我觉得我们要认清 这些人的想法跟真面目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忙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